中文经典,一股见经 大家好,我们今天为大家来讲《孙子兵法》当中的虚实篇第二个部分 原文叫 出其所不屈,屈其所不义 行千里而不劳之者,行于无人之地也 供而必取者,供其所不守也 守而必顾者,守其所不公也 意思是什么呢? 出其所不屈,不屈就是来不及救 那是敌人来不及救的地方,你要去打他 屈其所不义呢,就是要达到敌人意想不到的那个方向 曹操的注解叫 使敌不得相往而救之也 我们常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在孙子兵法谈来,就不是善知善者 善知善者是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想不到,也不让别人知道 行千里而不劳之者,行于无人之地也 就是行君千里而不劳顿的,不辛苦的 是因为你走的是没有敌人守贵的地区 在历史上有两个典型的战略都是和四川有关 一个是大家很熟悉的在三国演义当中 忠惠和邓爱,灭属之战 邓爱趁江维被忠惠牵制在建阁这个地方 然后呢,他自己率军从英平沿湖景道 由东转向南,去离间隔两百多里的地方绕过去 邓爱摔着自己的军队,攀岩小道找山开路修建加桥 鱼贯而入,越过了七百多里 没有人烟的一些比较惊险的地方 山高古神,非常艰险 在途中,良运不济 曾经多次陷入到困境 部队走到马隔山的时候 道路断绝,一时之间静也不适,退也不适 这个时候邓爱身陷十足 用毛毡裹着自己的身体 然后滚下散破 最后邓爱才率军出其不意的直底浆油 然后逼迫当时的首将马鸟进行投降 一路杀到成都,最后刘禅就投降了 第二个故事是南北朝时期 坐拥四川的梁朝武林王萧继在成都称帝 然后率军东夏准备攻打梁元帝 夺取梁朝的政权 北魏看到机会 宇文泰认为平属治梁再次一举 大家的意见都不一致 他手下降临 最后宇文泰把重任交给了叫玉世辉 问他有什么样的一些计策 玉世辉说 属地和中原地区相隔已经有一百多年了 他士其山川险阻 不与我师之志 以金甲铁骑星夜奔熄志 平路则背道兼行 险途则缓兵渐进 出其不意充其复兴 必向风不守 如果后面果然就像玉世辉所说的一样 他从散关进军 然后围成都有五巡 一巡就是三个月 围了十五个月 最后平定了巴蜀 攻而必取者 攻其所不守也 人们常说战无不胜 攻无不克 其实这是不可能的 哪有一支军队战无不胜 攻无不克呢 因为这样的标语 其实敌人的墙上也会耍着同样的字 怎么才能真正的攻无不克 攻而必取呢 只有一个前提就是对方没有防备 当对方没有防守的时候 我们才会有这个机会 还是我们拿足球赛来说 足球赛如果你前面有后卫给堵着 你就算是马拉多纳 就算是最巅峰时期的罗兰尔多 也不一定容易射门命中 他一定是来回倒腾球 然后不断的通过位置的电话 让对方出现空档 然后一击命中 我们再来讲一个战争当中的例子 在后汉时期 还是耿杆这个人 他去讨伐张部 张部的弟弟张兰守在西安 然后呢又有一个将领守在林子 耿杆呢率军前进 然后到了西安有四十多里的时候扎营 耿杆一看 在西安虽然城很小 但是非常坚固 而且张兰的手下呢又都是精兵 而林子虽然是一个很大的城 但是呢其实很容易攻打 于是就打定主意要攻打林子 但是他攻打林子 就必须让敌人以为自己要攻打的是西安 于是他就使出了一贯的伎俩安命 军队来去修各种攻城战具 扬言我要攻打西安 然后又假装放宝福 让他们把消息带回去 张兰听说了 于是昼夜防备自己的西安城 到了攻城的日子啊 他连夜把将士们叫起来吃饭 然后宣布直奔林子 他的部下有一些真挚啊 那个耿杆的部下认为他应该打西安怎么会突然跑到林子去 就认为应该去攻打西安才对 耿杆说西安城坚兵精 严防死守 林子呢就没有防备 我们突然兵临城下 敌人必然惊扰 那一天就能打下来 于是林子一陷落 西安势必就被孤立了 这个叫一举两得 后来果然就像耿杆所说 守而必顾着 守其所不攻也 意思就是要保证守得住 就是他不进攻的地方 我也要严防死守 他攻东 我如果不守西 万一他是深东击西呢 就像上面讲那个案例一样 耿杆要打西安 张兰就没有去守林子嘛 结果林子就陷落了 西汉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 周亚夫守的是昌义 叛军奔沉东南角而来 周亚夫下令 严防西北角 过了没多久 叛军的精锐 果然其实在打西北角的主意 周亚夫因为有了防备 敌人攻不进去 只能跑走了 这个时候周亚夫在出城追击 于是就打破帝军 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 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身 故能为敌之私命 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 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意思就是善于进攻的人 敌人不知道该守哪 善于防守的人 敌人不知道该从哪进攻 曹操注解的很简单 叫情不屑也 就是军情不泄露 让敌人不知道我们的排兵布阵 到底是什么样 当你进攻的时候 敌人看不懂你要打哪 所以他就不知道怎么防 好不容易看懂了 安排下去了 你又声东击西 又中了你的调虎离山之计 当你来防守的时候呢 敌人看不懂你在哪区 哪尸 他没有办法定计来攻打 好不容易看到你的破绽 一攻上来 又中了你的埋伏 这就是虚实之道 要获胜就得必实积虚 对方找不到你的虚 每当他确信找到了 撞上来 正好是你最实的地方 而当你要进攻的时候 总能调动他 露出一些空档出来 一下子就冲散他 这你就神了 所以叫微乎微乎 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身 故能为敌之私命 虚实之道太微妙了 至于无形 神乎其神 至于无身 敌人看不见你 也听不到你在说什么 任由你 攻动于九天之上 守藏于九地之下 神出鬼魔 你在玩弄他 在鼓掌之间 他只能束手就擒 这你就掌握了敌人的命运 私命是一个 星宿当中的掌管命运之神 孙子冰把第二篇 作战当中也提到了私命 故知兵之将 生命之私命 国家安危之主也 知兵之将就是人民的私命 掌握了国家人民的生死存亡 这里敌之私命就更进一步 就是敌人的死活也在你的手心里掌握着 合适的注解叫 孙子论虚实之法 至于神威打造成功的极致 我之实能让敌人看起来以为是虚 我之虚在敌人看起来以为是实 敌之实我能调动他 让他变成虚 敌人的虚 我能看出来他不实 总之敌人看不出我的叙事 而我对他却一目了然 我将攻打他的时候 我知道他守哪儿 守得实 哪儿防备不足 虚 所以我就能 避其尖而攻其翠 敌人要攻打我的时候 我知道他大将其鼓的来打的地方 其实并不是那么妖精的地方 他没有攻打的地方 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这个时候呢 我就 视敌以虚 而度敌以实 他身在东 我防他在西 所以我要攻打他的时候 他不知道我守哪儿 我防他的时候呢 他不知道从马里下嘴 攻守之面 出于虚使之法 或藏于九地之下 那是我守 或动于九天之上 那是我在攻 灭迹而不可欠 抛身而不可闻 如地出天下 肃出间辱 心要鬼行 入乎无间之鱼 玄乎九泉之渊 威之威者 神之神者 至于天下之明目 不能亏其行之威 天下之聪耳 不能听其聪之神 有形而至于无形 有身至于无身 不是无形 是敌人不能窥视 也不是无身 是敌人不能听见 这就是虚实变化的极致 可是这一大段注解啊 就是把虚实的极致给讲透了 真的有那么神吗 还真的挺神的 为什么别人深冬极西的时候 你不能上当 你深冬极西的时候 别人就会听你的调度呢 这就是经验的问题 就是一个感觉的问题 哲学上叫王阳明的心血 知行合一的问题 读过孙子兵法 读过三十六级 深冬极西 六岁小孩都知道 深冬极西的四个字 那你上了战场 东边冲沙 扑天盖地的来了 你怎么知道它是极西 万一它真的就是深冬极东呢 或者是它极北极南呢 你压根没办法 比如糖是甜的 知道吗 都知道 但是如果你没吃过糖 你怎么描述这个甜 是怎么回事 该怎么去描述它 所以兵法都读过 甚至你会背 但是知道多少 完全不是一回事 每个人读书 都是读到自己而已 读到自己能理解 自己能明白 读到自己能对应上为止 对不上的 你根本不知道 而且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以为自己都知道 比如赵阔 至上排名 他就不仅不知道 而且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不仅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还以为自己全知道 那就会给国家 干了巨大的灾难 所以我们怎么去知道 深冬极西呢 本质上我们是不知道的 因为知道深冬极西这回事 你也不能相信 你真正上了战场 不管他是深冬还是深西 你一眼就能看出 他哪里虚哪里实 他要往哪去 你这个时候 才是自己的深冬极西 这就是知心合一了 学习知心合一 首先就要知道自己不知道 儒家说 圣人因为不知 所以知 小人因为知 所以不知 圣人因为知道自己不知道 所以戒慎恐惧 实时警醒自己 观察 提问 学习 所以能慢慢知道 而小人呢 因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到处都以为自己知道 所以不观察 不学习 不提问 所以他就会不知道 学习兵法 也不能让我们上了战场 就打胜仗嘛 读书 是为了关照自己啊 我们是工作 学习 放在一些事上去琢磨兵法 才会让我们进行提高 在这个章节 最后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 我曾经经历过一个事啊 我介绍一个合作伙伴 给到我的一位很好的朋友 也是一位企业的老板 饭局谈完的时候呢 那个企业老板就跟我说啊 这家合作伙伴 公司势力不行的 我可以告诉你有多大势力 具体数量级 年产值多少 营业额多少 利润多少 我都能告诉你 我很惊讶 我就问 那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他就说了一句话 凡是比我钱少的 我一接触就知道他有多少钱 因为我知道 人在哪个阶段 是什么样的状态 比我钱多的我不知道 但是比我少的 我不会不知道 因为我都经历过 这事其实过去了 有几年了 我一直都记得 因为当时对我的冲击很大 我对照了一下自己啊 发现我和他有同样的体会 但是没有感受那么深 因为我是做培训咨询出身嘛 因为见过太多 大大小小的企业的老板和客户 我谈客户的时候 一接触就知道他有多少钱 那句话说真的 那句话是假的 我真的很清楚 因为他说的每一件事 我都能应对上很多同样的事情 知不知道是那么回事 其实都清楚 如果他经历的比我多 境界比我高 企业规模很大 其实他跟我谈的很多内容 其实我并不知道 这就是知行合一啊 知行合一就是微乎微乎 神乎神乎 他没有办法跟你讲 但是这个东西可以议会 严传起来 还真的不是那么方便 这是今天和大家讲的虚实的第二个部分 我们下期再见